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看过灵魂百度的人都不会忘记赵丽 那个极脾气和柔情为一身的男人 明明长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宝 还特别抓人眼球 如果不是他的铁粉 估计很多人都是从灵魂百度开始认识他的 他凭借赵丽这个角色打开了知名度 相比之下更能凸显他演技的作品 则是打狗问和勇敢的心 也许小编跟大家的认知有偏差 不同意见 咱们可以讨论他 似乎看到打狗棍和勇敢的心 咱们会想到那个说话默默唧唧 还特受人喜欢的杨志刚 相对于他 小编更喜欢打狗棍的二丫头 还有勇敢的心里面的赵书成 打狗棍里的二丫头一出场 就让人挤一身鸡皮疙的皮肤白皙 说话娘娘腔走落时扭来扭去的 还给自己的耳朵上戴耳环 这个人曾让人觉得多看一眼兜辣眼睛 但是冥冥之中却让人觉得他有戏 他用眼计吸引了观众 后期他用自己的重情重义 成全了人们对英雄的向往 一个伟娘式的人物身上的壮烈气息浓厚 而在勇敢的心中 他是演男二赵书成 杨志刚扮演男主霍孝林 他们俩同母义父 赵书成是一个比较稳重 比较有心思的一个人 一意这次没逗比搞笑 也没伟娘 那种阴沉挣扎的气质扑面而来 他在剧中最后走上了其路 甘念做汉奸 那种挣扎而懦弱的感觉演得很真实 与角色合为一体 瞬间让人忽略了他是配角 仿佛他才是主角一般 这两部剧他的演技比杨志刚好 他热爱唱歌却成了一名演员 但他依然以歌唱为忠心 哪怕命运多次跟他开玩笑 他演技这么好 咱们一定以为他是科班出身 或者从小演戏吧 其实都不是 他热爱演戏 但他更热爱音乐 热爱歌唱 堪称是被演艺失业耽误的歌手 他曾考音乐学院 却落榜子 因为老师说他猴头位置够高 不适合唱歌 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主持人专业 毕业后却成为了一名演员 但他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在生活中还是愚异 还是那个无论高兴或悲伤 都会唱歌的男生 他不适合唱歌吗 那他在跨界歌王的表现也太好了吧 当爱已成往事的无奈心酸和慷慨 君生我未生的遗憾 一个悲伤者的求求的凄凉 思思入寇 可他依然处于一个不是屈居第二 就是一直当绿叶的状态 就连谢了也曾没完的表示 自己是靠票数也就是人气晋级的 谢了对他的专业表示了肯定 我们也看得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